其实我们也不是说 就是因为新冠之后在配戴口罩 我们医生一直在用这个口罩 而且包括有些层次 因为层次污染也在配戴口罩 都没有说这些人群 非结结的发病率 比非配戴口罩的人群 有明显增高这个趋势 口罩的话一般是三层 中间这一层的话 是一个高分子的结构材料 外面两层的一个无纺布 但它不是我们讲的 平时我们穿的衣服那种布 这个是完全抽不出来 中间也没有线头 也没有什么断头 也不造成这个脱漏这种情形 从它的结构来说 是不可能有这种导致 吸露到气道 或者是引起这个气道的一些反应 更多的他们是关注这个消毒的 花样乙丸 一个茶 花样乙丸是一个有毒的化学物质 这个是没错 但这个情况是在我们要吸露量 比较多的情况下 国家也制定了一个标准 口罩里面的这个重量是每克 里面就花样乙丸存在 只能10为克 口罩的话出产 都是要经过严格的一个检测 达到这个要求才能进行出产 所以这种情况就可以忽略不计 我觉得在正规的一个地方 去买正规有合格证的一个口罩 都没问题 我们要求4到6小时 对合格的口罩进行更换 4到6小时之后 它这个口罩的过滤效果 就会明显地下降 肺体节确实近几年的发病率 是比较高 主要是我们的技术的一个普及 现在更多的的话 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的是 CT的一个扫描 可能在胸片发现不了的节节 可能都发现了 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观察 大部分还是良性节节比较多 恶性节节还是比较少 出现了节节的话 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 进行专科的一个就诊 接节很多的话 是跟我们外面环境有相关 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吸烟 第二个的话 空气污染 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 反而我们主张戴口罩 进行一个过滤的一个功能 也要注意通风这种情形 这是我们日常所需要关注的 这些细节吧